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到了兄弟员假期的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讲师 威哥 家中在有 不如威哥在手 大家好 我是小白 好 今天是我们第34讲 这一讲里面我们用一个应用案例 用来模拟双字球彩票的这么一个程序 对 给大家讲解这个案例 那么用这个案例作为我们前面34讲里面 给大家讲解的Java基础语法的一个总结 好吧 OK 我们先看一下应用案例里面 我们需要讲解的这个内容 好 在大纲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第一点是我们介绍一下双字球 这个彩票的玩法 好吧 这个有些人知道 有些可能是不太清楚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第二点是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个双字球彩票 我们需要实现的这个程序有哪些需求 是吧 我们做一个分析 第三点就是我们分析完了以后呢 就要找手去编写我们这个程序的代码 OK 好就这三个步骤 好吧 小白玩过双字球吗 玩过 喜欢玩 那必须 玩了好多年了 玩好多年经常中奖吗 这必然的 必须中奖的 我还要中奖的钱 还要给我女朋友买过礼物呢 哎呀 啥礼物啊 戒指啊 男的送女的必须送戒指 戒指 这么贵送了礼物啊 还送戒指 对啊 啊 必须的吗 我那戒指啊 925纯银的 啊 还纯银的 啊 多少钱买的 5块钱 哎呀 5块钱一个 哪买的那么便宜 就地铁地铁旁边摆摊老头买的 哈哈 看来你也是这个 啊 中奖这个大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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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啊 是啊 没有那狗屎运啊 没有那狗屎运啊 对啊 啊 ok ok 好 那你应该对这个双热球彩票玩法应该很很了解啊 相当精通吗 啊 比较精通啊 是啊 啊 ok 那我们这个玩过程度都应该知道啊 那我们一起给大伙儿这个啊 简单讲解讲解 妥的 哎 好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双热球的玩法啊 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好吧 双热球呢说投注区啊 它分为这个 红球和篮球和篮球 对吧 对 两个号码区 红球的号码呢是从 1到33 对吧 1到33这个号码段啊 从 1到33当中去选 对啊 然后篮球呢是 1到16 对吧 1到16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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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区区间啊 然后呢 这个 双热球里每期呢 从这个 33个红球当中是要选出6个 红球对吧 6个 6个红球 ok 16个篮球当中呢是 开出一个这个篮球 是吧 对 篮球作为中选号码 一共是7个 对吧 一共是7个号码啊 这个6个红 1个篮 对吧 好 顺序呢 它是不限 就说是没有 没有说谁排前面去在后面 对吧 对对 那但是必须呢 不能 重复 不能重复 你选了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就不能再出下了 对吧 就这样 那对于我们玩家来说呢 我们就是需要去从这里面去选 6个 红球和1个篮球 对 就可以了 好吧 对 哎 这是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个玩火 那我这里呢 在我们这个双字球的网站上啊 下载了一个 拷贝的一份双字球中奖这个规则 我们简单看一下吧 好吧 好 这里面是一个图片啊 双字球是分为1到6 6个奖项 对吧 对对 1到6等奖 第6等奖就是刚才小白说的天天中奖 是吧 5块钱 一个的啊 天天天中也很不错了 是吧 嗯 5块钱 然后呢就是一个篮球 或者是一个红球一个篮球 或者两个红球一个篮球 对吧 对 都是5块钱 好 5等奖呢是这个三个红球一个篮球 或者是4个红球 是吧 这个奖金是10块钱 10块钱 OK 好 4等奖呢是这个4个红球一个篮球 或者是5个红球 对吧 5个红球 然后奖金是200块钱 200块钱 3等奖呢是这个5个红球一个篮球 对吧 这奖金是3000哎一下涨了3000了是吧 好 第二能奖呢就是这个6个红球 嗯 6个红球就是二能奖了啊 奖金是这个当期高等奖金的这个 30 30 对啊 30这个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是吧 大概可能 呃从这个呃大家中奖这个情况来看 应该在这个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 好吧 对对对 都都不能有这个数啊 嗯 好 一能奖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啊 呃 500万 500万了是吧 500万 有权重是吧 嗯 权重就是500万了 Ok 好吧 哎这个这个 谁要这么500万呢 就是各种都胡生梦 对 啥都胡生梦 好 这是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双色球的 中奖的一个这样一个规则 好吧 好吧 urk 那我们了解完这个 呃彩票的玩法这个这个中奖规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我们一起来 分析一下我们要实现的这个彩票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需要完成哪些个步骤 对吧 如何去按照哪些步骤去实现 那么看这边我列出来四个小点 好吧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点呢 因为我们这个彩票啊 这个这个红球跟篮球去需要 正式情况下是需要摇奖的时候 最那个开奖的时候 这个随机开产生了 随机开出来的 OK那在我们程序里面呢 我们需要模拟这种情况啊 对吧 我们模拟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去通过我们这个程序 来帮我们去随机产生 这个一个篮球和六个红球 作为我们这个当期中奖的这个号码 对吧 如何去产生呢 我们需要通过哪些技术来去实现 对吧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对吧 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呢 是我们需要呢 如何去接收用户的这个选号啊 用户选号就是啊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可以用什么键盘接收 键盘接收是吧 来就要让用户去选号 就选六个红球 红球一个篮球 就是去输 不要输虫就可以了 是吧 好 这个比较简单 好 第三步呢 呃 当系统产生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中奖的这个号码 跟用户接收用户输入的这个号码 呃 需要进行怎么样 验证对比是吧 对对比这个用户是选择这个号码是否跟我们系统产生的是否一致 或者是说中了几个对对吧 中了几个我们在验证它是否中了几登奖 是一能奖到六能奖 或者不等 对吧 好 这里面是一个验证的这样一部工作 对吧 好 验证统计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公布结果了 是吧 最后一步就是公布本期中奖号码 然后还可以公布一下你这个你是我中奖了 对吧 对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步要完成的这个呃 这样一个事情 对吧 好 我们一共呢是通过这样一个四个步骤 然后呢 来去 呃 呃 考虑解决这个双色球这个程序的问题 哦 好吧 OK 呃 小白这一块有什么疑问吗 嗯 没什么疑问 没什么疑问都比较明白了 嗯 OK 那我们这个呃 分析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然后后面呢 在后面的这个这个下一下一小节里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 呃 根据我们的这个分析 然后来去实现我们这个程序的代码 OK 好吧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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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